现在我对于副角公式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前面的话呢 我们也证明过了一个副角公式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把它所有的副角公式的话呢 列出来 sin的α加β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需要记下来 sinα cos的 β 然后的话呢 这是轮流出现 sin的话呢 是正 这边就是正 加上cos的α s的β 这边的话呢 sin cos cos αββ 这个呢 完全一样 只有插在中间的一个负号而已 那我就直接就写下来了 sin的α cos的β cos的β 减掉 cos的α si的β 那cos的这个地方的话呢 跟si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这个是加 中间反而是减 那cos的部分的话呢 那cos的部分的话呢是cos α cos的β 然后中间是加号 那我们cos的话呢 跟它不一样 它是减号 减的什么呢 两个都是sine 这边是一样的 只插在一个中间是一个加号 它是跟sine刚好是颠倒的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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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 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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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出现转捲就知道了 来我们来做个例子 以这个题目来说 sine75度 那我们是怎么做呢 sine75度非常的简单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了sine的45度这两个特别角加上30度 然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展开来了 这边是sine的45度 这边是sinecos 中间是加号 那我们sine的话呢是正常的 是加加上cos的45度 sine的30度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我们就不用再算下去了 因为这个地方是二分之根号二 这个地方是二分之根号三 这边是二分之根号二 这边是二分之一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cos的15度 那怎么做呢 cos的15度 这个题目的话刚刚好 其实它就是sine75度 答案是一样的 那我们的话呢就直接把这个数字算出来好了 后面那题我们就不用算了 因为这两个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这边的话呢是二分之根号二 这边是二分之根号三 这个是二分之根号二 这是二分之一 于是答案是 这边是二二的四 底下东通都是四 四分之根号六 加根号二 那么我们再强调一次 cos的15度 我们前面有介绍过 它就是sine的75度 所以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运用了复角公式 得出了另外一些特别角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